剛剛玩過影片教材這種比較特殊之外 我們來看看一般的 這裡我可以先收起來 右手邊這樣就比較不佔空間 這裡可以把它收起來 一般的你看 除了影片以外 我們有網頁的 有沒有玩過練習題 有無限重複的那個 那問答題這個就不用講 試卷的部分也是目前各位暫時沒辦法用 因為這是Pro的 也就是你可以把那個考試卷 比較傳統的方法 就是我把它放在裡面 就一次回答很多問題 投票、塗鴉是不是都有用過了 所以我們就標準 瞄準在這個網頁裡面 我們來看網頁 你如果標準的方法從這邊 一樣 你今天看看你要看的網頁是什麼 我們比如說到這邊 講戶 又下雨了 好 你就把網址 標準方法 網址複製了 來這邊 貼上 各位應該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 標題進來了 看下面 單元說明 因為這是網頁 會幹這種事情 把別人的網頁當成自己家 也就是 你看我如果看這個內容 看這個內容 假設我們 我們瀏覽一下 看一下瀏覽 好 任務裡面 我們之前不是像這樣嗎 你看像這個 這也是我自己寫的文章 因為我用OneNote大概 在 現在超過一千個字枝 有沒有把我的網頁都開在OneNote裡面 因為你可以做筆記啊 這樣是 請問這樣 廣告算誰的 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我們 有些網站會很在意說 我的 不能讓你 開在你們家裡面 因為這樣會有侵權 所以 像我們剛剛看到Yahoo就是這種精靈 所以OneNote呢 在這個處理機制上 您可以發現 我們這邊 如果他沒有辦法 不允許 有看到了嗎 他就會出現一個連結在這裡 等於看到你的標題就抓出來 那你點下去就另開視窗 這樣也可以 所以我在這邊 如果 好的我就按一樣 在下面 有沒有設定完成指標 因為以這種網頁來講 我們就只能規定喔 你可以看幾分鐘 這樣子而已 就沒有辦法像影片那樣子 可以做比較精準的控制 好 這樣子就有一個了 那麼 你再看一下 如果是 這一種的 我們剛剛這個 你如果按上面那個新分頁 也可以獨立打開來 有沒有 好 假設我要新增這個 當作是我的內容 我來這邊 接上 一樣從這邊 我從這裡好了 新增 網頁 這種可以的 當你貼進來的時候 有沒有內容 就在下面了 是不是就可以 直接預覽了 一樣標題自動抓出來 唉 人生浪費了那麼多光陰 只為了簡簡貼貼 哈哈哈 你不覺得嗎 對不對 以前你做 所謂的數位教材 最麻煩就是 貼上來還不夠 可能還要抓個圖 對不對 但是這樣是不是都解決了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就把網頁的部分 一般性的就講完了 但是 我們剛剛看的類型裡面 有沒有很多教材 是來自雲端硬碟 就是你傳上去之後 唉 那到底雲端硬碟 算哪一種類型 拍子也叫網頁 唉 所以我再增加一個 你看 你不覺得有一個地方看得 怎麼那麼眼熟嗎 這個是什麼 對 對 也就是說你今天 如果我的不是這種網址的 而是來自我自己雲端硬碟的答案 可不可以 可以 就從這裡選就好 但是 因為你要設定的時候 我要先允許 它 OneNote能不能存取我 我雲端硬碟 要 那您可以先從右上角這裡 有看到管理雲端服務的 這個地方了嗎 唉 你要來這邊 把你的Google帳號打進去 然後允許它 可以存取你的雲端硬碟 這應該跟我們一般共享意思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你如果有設定過了 那就OK 就來這邊 直接新增或變更 這樣有看到了齁 嘿 你只要允許好就OK了 那我直接點喔 按下去 有沒有把我雲端硬碟的放進來了 對不對 那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 你已經放在雲端硬碟上的 就從這個地方去瀏覽 或是透過這裡搜尋 第二種 如果你還沒船上去了 可不可以從這裡上船 欸 也可以 不一定的時候一定要先放上去喔 先放不一定先贏 但是呢 我通常比較不鼓勵用第二種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上船會放在哪裡 你雲端硬碟跟目錄 久了也會亂嘛 呵呵呵 對不對齁 你不容易找到 所以我還是比較建議就是 你先放在那裡整理好 那麼你要從這邊直接找類型 有沒有 還是說直接用關鍵字找 因為雲端硬碟有什麼好處 你用全文檢索也可以 沒錯吧 因為雲端硬碟支援全文檢索啊 全文檢索主要針對哪些類型 Office系列都可以嘛 圖片全文檢索用文字有沒有用 沒有用 PDF Google文件都支援 就是那種文件式的 你才需要做這種所謂的全文檢索 好 那你看喔 我如果是一般的我看一下 我看看有沒有 喔這裡剛剛老師上傳的 PDF 我就要這個我就按全局 你先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自動把黨名抓出來 順便看一下下面 不小心有沒有預覽好 還是 你覺得還是傳統的手工好 哈哈哈哈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你就找到了 我就按確定 欸OK就好啦 這樣是不是就一個教材就進來了 所以其實現在的問題不在於什麼 教材 在哪裡 而在於說 你怎麼樣比較快速把你要上課 是要整理好 因為現在是資料太多 所以反而是如何整理資料 才是我們的重點嘛 所以雲端一點很重要喔 所謂的很重要就是 你不要 什麼通通把他根目目下 哈哈 即使他再方便 也不好找 所以我通常還是會建議 就像我上課資料 錄影的我都放這裡 那有一些上課 課程需要分享的 我就放在這邊 就稍微整理一下 你整理一下 以後你要找會比較方便 那我們在這裡呢 你也可以透過這邊 比如說我想要找跟這個文件有關的 你看這就是WORD的檔案 我會講 輕聲報道 這應該不是我傳的 這應該早上那個老師傳的 你看這個 選舉 這個是我下禮拜 不好意思喔 我上兒童班 我的選舉比較廣泛一點 從兒童到成人都有 這樣 好 我就用這個 你看WORD有沒有直接看到 所以雲端也能夠看了 他就能夠看 這樣整理教材起來 就很簡單 一樣記得有改編了 一樣按照發佈 對 這樣就出去了 這樣會不會建立課程了 就交給老師囉 好